虽然自吸发动机在使用体验 排放等各方面都不如涡轮发动机 但是由于自吸发动机的一些特性 导致它不仅不会被淘汰 还有可能是一条重要的技术路线 就好比说智能手机确实各方面 都比以前的这种按键机要好 但是现在按键机续航久 结构简单 安全耐用 在某些领域 你比如说户外或者是救灾 反而这个市场 它的竞争力要被凸显出来了 你去山上 你可不能手机摔个碎 就联系不到人 那首先从使用体验上来说 家用车涡轮发动机 确实比自然发动机现在更好 综合的角度来看的话 中北大学张海磊有篇硕士论文 发动机不同工况下 涡轮增压器轴向气动作用力 形成机制研究上面它有这么说 那么在输出功率相同的前提下 涡轮增压的发动机质量更轻 体积更小 因为本来2.0自吸才能达到的功率 现在1.5T就够了 那我们排量税也可以少交点是吧 而且使用涡轮增压 它还能减少尾气的排放 相同的功率下 涡轮增压发动机排放 可以减少18%到35% 燃油消耗也可以减少10%左右 就有点既让马儿跑得快 又让马儿少吃草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哪个叫做涡轮增压器的鞭子 猛搓它的屁股 就这种感觉 那么涡轮发动机 它最大扭矩来的也会更早 城市通勤相对也有更好开 而且现在辞职问题又不明显 那么吉林大学孙建军有篇硕士论文 1.8升增压直喷汽油发动机性能优化 研究上面这么说 使用涡轮增压能让发动机 在低转速区域 有良好的动态响应性能 你比如说本田飞度的1.5升发动机 要在4600转才能达到最大扭矩 155牛米 同家的那个思域 1.5T发动机 1700到4500转都能够输出 180牛米的最大扭矩了 有点像什么 张三工作状态比较差 只有在下午3点的时候 才能开始好好认真的工作 之前的话吃个饭 休息休息事情蛮多的 但理事 涡轮增压理事 工作状态很好的 早上9点钟到下午5点钟 都是非常有干劲的 这个就是不太一样 那么城市通勤 我们一般是不太会 一直开到4、5千转的 甚至都是不太开得到4、5千转的 所以说涡轮菜在城市通勤 它的确是存在一部分的优势的 那么虽然涡轮车更符合排放法规 但是自吸它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首先就是自吸发动机 和油电混动的原理 它是比较契合的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发展路线 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率石金等人 在期刊 《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上面发了评论文 《混合动力乘用车发动机节能技术路线展望》里面讲到 这目前混动车发动机 分为日系车企主导的 自然系系高膨胀比汽油纪路线 和德系车企主导的直喷增压汽油纪路线 那么自吸高膨胀比这类发动机 由于采用了阿特金森循环 那它的热效率燃油经济性是比较高的 但是升功率比较低 低负荷动力也相对差一点 你比如说凯美瑞混动的2.5升发动机 只有131千万 比亚迪的那个骁云1.5升发动机 最大功率81千万 这个功率比其他铜排量发动机 是要弱一点的 但是它们的热效率都能超过40% 比市面上大部分的发动机 都要高个3%到5% 已经很厉害了 华莱领工大学的刘卓 有篇硕士论文的 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的分析 与研究上面有讲到 它的原理 这个循环就是把大部分内燃机 采用的奥拓循环流程 进行了一些优化 利用可变气门证实 VVT这些技术 延迟进气门的关闭时间 从而来实现实际压缩比 小于理论压缩比 而膨胀比又和理论压缩比相同的 都不用记 反正就是原本吃一个馒头 能够跑两公里 是不是 现在的话就是花了一些手段 你这个馒头变成半个了 然后就让你继续跑两公里 怎么办 你大口喘气 好好呼吸 保持节奏 两公里你一定行的 可以加油加油 脸红带片的就两公里就跑掉了 反正馒头就少了半个 那么这类自然吸吸发动机 虽然在低负荷动力性比较差 但是只要给车子加上了电机 来弥补发动机 低负荷时候的那个缺陷 省油又好看的 油电混动车型 就给他们整出来了 那么除了用于配合混动之外 自吸发动机由于成本比较低 还可以用于拉低车型的起售价 你像是一些面包车 小货车 买来拉货做生意的 生意这东西它就是成本 那价格自然是很敏感的 这个辛苦点叫创业 没有空调 我装个电风扇我也能忍 价格你能不能再便宜5000 我这个5000赚回来 我可是花很多时间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考虑到成本 厂家可以 来自然发动机上 拉低这个售价 家用车里面情况也是类似 你比如说大众朗逸 指导加11万多的这个低配车型 那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113匹马力 指导加14万多的中高配 1.4体涡轮发动机 要是一杆子拉死 买朗逸就得至少掏14万 这销量都有可能 就掉的都很厉害了 那再比如说是日产天籁 指导加20万以下的 这个三个配置 搭载的是2.0升 156马力的自吸发动机 20万以上的这个三个配置 搭载的是一台 2.0T 243马力的涡轮发动机 这就差了80多匹了 那么这个低配车型 就有点像是网上买东西 那你收出来是20块 你要点那个加入购物车的时候 你发现有套餐1 套餐2 套餐3 这个价格就变成了20块 30块 40块 我们看来看去 哎呀 我总不能买个最差的吧 比谁都差 哎呀 最贵的也没有必要吧 好吧 我买个30 这20块这种就体现了 它是不是逼着我们 多套了10块钱 买了个30块钱的呀 这就是商家的小心思 所以总的来讲 虽然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在很多情况下已经不如涡轮增压发动机了 但是由于自吸发动机的特殊性和低成本 它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会说马上就淘汰了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